你已经在执着 执着执着跟不执着 分别跟不分别 你又错了 这就是这个意思 你要不会 取谁都落在无名里 取向错了 不取也错了 这个事情很难 要体会这个意思 没有办法言传 你要懂得这个意思 刚才讲的 离开取谁之后 流露出来的是 真诚清净平正自卑 真诚清净平等慈悲里头 决定没有取谁 决定没有起先动念 这就对 如果我今天对人对死对无论一切法 我都不分别不执着 不起先不动念了 可是一点慈悲心都没有 一点真诚心都没有 那你就堕到无名里面去了 换一句话说 你还是落在取向错 你不是真的 不取不谁 不是真的 无名是幻想 然而这不取余想 当下便如如不动 那个不取余想 也没有 那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真信圆满现前 真信的圆满现前 就是如如不动 但是此地如如不动 你又不能看死了 如如不动像个石头一样 像个木头一样 不是的 释迦摩尼佛 已经是不取向如如不动 他每一天还到社会大臣去拖搏 他还要穿衣吃搏 他有没有动 要想着 动跟不动是一不是二 才是真的如如不动 这最难懂的地方 他每天还照样生活 照样工作 照样上班 照样应酬 他怎么如不动 他确实如不动 就是我刚才讲的 他生活 工作 应酬 待人 借务 都是用一片真诚 清净慈悲 那就是如如不动 这个意思 确实是越讲越深 越讲越难体会 然后才 你真能体会到 才晓得是自信其用 这是佛菩萨的境界 是我们自己本来居足的境界 不是从外来的 我们是把这个殊胜光明美好 射掉了 今天再跟你讲讲 感觉到惊奇 其实是很平常的事情 世故学人 这也就是做一个结论 因为前面讲的这个道理 修学薄弱的人 当于不取上痛下功夫 不取就是无助 放弃真语 至于礼仪明也 明就是贺义乐 所以初学的人 在哪里用功呢 要在无助 在不取 这个无助不取 就是放弃 我早年学佛 刚刚接触佛法 我算是非常幸运 我接触佛法 大概一个月 我就认识张家大使 他老人家教给我的东西 简单明了 我们第一天见面 我向他老人家请教 我说我现在知道 这个佛法很好 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 这是方东梅先生 给我介绍的 我向他请教 有没有方法 让我们很快 就入这个境界 我向他提出这个问题 他并不是马上就答复了 他一直看着我 看了三十分钟 一句话不说 他看我 我也看他了 三十分钟下来的时候 心定 这是他教学的一种手段 他让你整个定下来 然后这一句话的时候 会教你一生不会忘记 他的教学法 我从来没有遇到第二个人 用这种方法的 给我说六个字 看得破放得下 金刚经上这两句吗 看得破 这是金刚经上 说的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炮影 放得下 就是不取向 如如不动 他将看得破放得下 这个好懂吗 我就想到 从哪里下手 大概又停了 七八分钟 没有那么长了 给我说两个字 不是 第一次跟他见面 时间大概是 差不多一个半小时了 只谈这几句话 所以那个气氛 都像在定中一样 我向他老人家告辞 他送我到门口 拍着我的肩膀 告诉我 我今天教你六个字 你回去好好地做六年 从不失下手 我们接受他的教训 真受他的感动 为什么呢 真诚 我刚才讲 真诚 清净 平等 慈悲 完全流露出来 让你在他 那个小客厅里面 受他这种气氛的时候 熏陶 那个力量太大了 我们现在 这个 这个科学里面讲 磁场 他那个磁场 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真的 就回去学布施 真的就干六年 六年了 六年了 六年不时光了 什么都没有了 干干净净的 可是 这个老人家讲的 那个感应不可思议 真理就先起来 所以一定要做 要再不去让痛下功夫 我们是反复 这个布施放下 很难 难时 难时 也要摇紧牙根 去睡 你不做不行 不做换句话 是理论得不到四十的证明 一定要晓得 理根四十一 不是二 学佛的人 往往把理根四分之 连结 所以一生 不得其蒙而入 一定要晓得 理根四十一 不是二 真的要痛下功夫 最初学布施 因为从来不肯布施 吝啬 现在接受老师的教诲了 回去学 开头怎么样 自己不要的东西了 那就布施 算不错了 从前不要的 也不肯布施 也不肯给人 现在用不住 不要的了 可以给人了 慢慢在进一步的时候 把自己说 好的东西 也要可以给别人了 最后就说 好的送给别人了 那个不好的 自己留到用的时候 这就进了很大一步了 搞了不少年 那个心才搞平了 才养成习惯了 非常非常困难 但是这个难关 一定要克服 不克服 今天里面所讲的这些道理 一去 你纵然看了 看了人家的注解 也看不懂 那个意思 你也没有办法看头 你也得不到受用 一定要功夫下下去 一看到经典上讲的 注解上讲的 没错 就是这样的 所以要在生活上去做 整个的生活 没有别的 就是不是 这个意思 前面讲的非常详细 整个生活是不是 在日常生活 从早到晚 每天工作 应酬 带人借务 统统是不是 统统是六波罗蜜 你只要肯这样做 这个经上讲的 这个如如不动 如如不动 就是真如 放弃真如 到这个时候 智慧就开了 就像六族慧能大使一样 长生智慧 六族你看 建五族的时候 弟子心中 长生智慧 你就长生智慧了 长生智慧的日子就好过 真的是幸福美满 自在快乐 将来以后到哪里去 清清楚楚 明明白的 真的是 你不肯做 学佛是空的 没有用处 一定要认真努力 痛下功夫 认真去做 不做 不心 学了 马上就要用得上 就要把它变成自己设计的生活行为 我们才真的受用 好 今天就讲到此 请掀开金本 二百六十八面 二百六十八面 第一行 当之不取 即使立相 云和方能不取 圆觉经允 一切菩萨 即漠视众生 应当原理 一切幻化 虚妄境界 由坚持 原理心固 心如患者 亦佛原理 原理为患 亦佛原理 立缘立患 亦佛原理 对无所理 疾处诸坏 那么这一段 是原觉经上的经文 我们把底下的几句念完 细旧辞断经意 可见立相功夫 全在坚持 坚持着 强制之为 此曾功夫 成不可少 不然 无时来 取向习气 何能处置 佛在原觉经上 教给我们这个方法 实在讲呢 这个方法 是过去 一切祝福 修行正果的 经验之谈 立相 地区是一桩 很难的事情 这个我们在前面 曾经讨论过 他的困难 他的困难 就是妄想 执着 是我们 无世界以来 养成的习气 这个习气的根 太深了 所以我们虽然 晓得 它是虚幻的 晓得 它不是真实的 可是依旧 没有办法 把它断除 如果要不离 我们在佛法 修学上 就谈不上功夫 当然更谈不上了 得利了 由此可知 佛在经上 常讲 我们修行 是无量 接来 却不是 一世两世 无量世 像佛在 无量寿金 说二世王子 过去曾经 供养 四伯一佛 这个善根 当然非常深厚 供养 四伯一佛 在这个 世尊 法会当中 那个情形 跟我们现在 差不多 为什么这样深厚的善根 还是不能成就 归根 结底 就是利相 利劍 太难了 这是我们今天 这个毛病之所在 金刚薄弱 讲到最后 就是叫我们不取相 交给我们 如如不动 能够不取于相 自然就如如不动 那么不取就是理相 相要怎么个理法 怎样的不取 原觉经上这一段 是祝福的经验之谈 提供给我们 做参考 一切菩萨 即 末世众生 一切菩萨 是世尊当年 讲经说法的 法会 参加 法会的 这些菩萨 一直到世尊 末法时期的众生 我们今天是在 末法时期 那么这一句话 也包括我们在内 要详修行正果 应当远离 一起幻化 虚妄境界 那么这一句就是讲的 六道 舍法界 一阵庄严 都不是实在的 这个前面呢 我们已经说了很多了 决定是虚妄的 经上讲的梦幻泡云 一点都不错 佛教给我们 应当远离 要坚持远离心股 这个关键呢 就在坚持两个字 要坚持到底 决定不能够 要坚持远离 远离就是放下 那么这段事情难 难一定要做 要知道 要知道不做就不行 不做 就没有办法 脱离六道轮回 没有办法了 脱离 舍法界 要想处理轮回 处理 舍法界 朕得一针法界 一定要坚持远离 也就是 一定要放下 心如患者 一复远离 这个理项呢 这里交给我们 有层次 有步骤 那么这样做起来 比较容易 先放下什么呢 身外之物 一起虚幻妄境界 这是身外之物 身外之物能放下了 那个心也不是真理 我们这个起心动念的这个心 这个心是个妄心 心如患者 一复远离 远离即诸 就是不取 就是不知诸 我们能够思维想象的这个心 也是梦幻泡影 前面 师尊告诉我们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我们起心动念的心 由过去 现在 未来 三计心不可得 要远离 也就是要把它放下 远离为患 这个远离 这一个念头 也不是真的 真心本性里面 也找不到 远离 这么一个念 这一念呢 也要不得 远离也要远离 也不能有 也复远离 利远离患 也复远离 这就是所谓 彻底放下 放下了 还要放下 再放下 再放下 放到 没有东西可放了 自信就先签了 得无所利 寄出诸患 到没有东西再离了 梦幻泡影就没有了 这个时候 真性自然就显露了 所以细细研究这一段的精一 可见 立项功夫全在坚持 坚持就是强制的意思 也就是说 要勉强去做 特别是在粗学这个阶段 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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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不做 前面我们在经文上读过 信心不逆 那一句话 也是出学 也是出学 关键的所在 不逆 非这样做 不可 不这么做 绝对不能成就 这一层功夫 特别是对于粗学 绝定不能少 他说不然 五十戒以来 这个 这项 取向的习气 真的是 每一发自断 我们看看 过去 世尊在世的时候 跟到佛 修行的人 躲 虽然经常告诉我们 见了佛 哪有不得利益的道理 但是 每一个人 见到佛 得的利益 并不相等 有人 明信见信 这是得大利益 有人 开悟得定了 没有见信 得中利益 有些人 断卧修善 生三善道 不躲三卧道 得小利益了 不等 都得利益了 但是 并不想等 这个我们要知道 能够 远离的人 就得利益 不能远离的人 就不得利益 我们刚才讲的 最低限度的利益 我们讲 生三善道 不躲三卧道 那你也要坚持 不作物事 不造物业 才行啊 坚持无界 坚持十善业 可见的 最低限度的 也不能离开 坚持 如果我们不能坚持 无界十善 佛法 无论修学的 怎么样 讲的天花乱坠 来生 还是要 躲三卧道 不但是教下 灭福 也不例外 我们看到 慈云灌顶法师的 大师至菩萨 念佛原童章的 苏朝 这个小册子 我们过去 用过不少次 有很多同修 看到过 那么他在 这个小册子的幕后 为我们说出 念佛人的 一百种 不同的国报 第一种 就是地狱 念佛的人 为什么还多地狱 这是叫我们 很疑惑的 一种事情 但是 它是事实 念佛了 应当成佛了 成不了佛吗 怎么可能会堕地狱 这就是 口里念佛 心里还造阿比地狱的 罪业 我们如果 冷静地去观察 造这种罪业的人 真有啊 真可怕了 哪一种罪业呢 我们最常见到的 破火火神 障碍别人修行 这种造业了 这不知不觉的 有的时候 还自以为在修功德了 那你晓得是造业的 所以要很冷静地 很细心地去观察 就知道 所以他这个 这个经上讲的 坚持这两个字 非常重要 那么我们修净徒 必须要坚持 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上所说的 我们要记住 要认真地去研究 明了佛的意思 一教奉献 要把它真正做到 这才有用啊 换一句话说 佛教导我们的 没有别的 该习气而已 无名无尽未断 亦最注意破坏其坚持 然则非根于 利无名五剑上 用功不可 云何能离呢 冤究经允 知患即离 不做方便事也 知患二字 即使利无名 最妙方便 不必别心方便也 那么原觉经上 说的这些话 我们在无量寿经 在金刚经上 都见到了 所以老老实实 依照这两部经修行 足够了 那么我们为什么 不能坚持 为什么常常啊 还会放一 自己把握不住 控制不住 这就是无名 我见没破 无名是不知道 此事真相 这是无名 金刚经上 告诉我们 三心不可得 住法借空 这就是把真相 告诉我们 三心 是能执着的 住法 是我们所执着的 能所度不可得 能所度空 你要是真的了解 能所度空 度不可得 你自然就放下了 就不会再执着了 不会再去造 卧业 那么这是说明 为什么一般修行人 不能够坚持到底 就是无名 无名无剑 为断 人则 非根于 立无名无剑上 用功不可 这个用功的方法 就是研教 要读经 要研究大臣经教 换一句话 一定要把宇宙人生的真相 搞清楚 搞明白 原觉经上这两句话 我相信许多同修们 都能说得出来 知幻经理 不足方便 知跟离是一 不是二 这前面都说过 知就离了 离就知了 知是看破 离是放下 知道就看破了 看破就知道了 是一不是二 所以这个里面 不需要其他的方便法 那么这个知是真知 真正知道了 所以知道 他就离了 所以知幻二字 其实立无名 最妙的方便 不需要再用别的方法了 那么实在讲 要讲到这个知幻了 精干精好 精干精把这个一切法 梦幻泡影 都给我们讲得这么清楚 这么透彻 愿言 原觉也好 都是把宇宙人生的真相 跟我们说破了 下面引用 《愿言经》上一段话说 《愿言经》 如来本起因地 最初发心 先以止心正念正书 实能远离住患 这个下面是解释 正念即是绝兆 须今只绝兆正书 本性 方能知其是欢迎 由此可见 必须心无如如不动之心 耐能不取于相 不但印象不取上坚持 还需相如如上绝招 这个意思很深很深 这是法身大肆的境界 我们虽然做不到 对这个理论方法 要知道一些 知道的越多越好 知道的越透彻 对我们修学越有帮助 不能说 这不是我们进阶 我们就可以不要学它了 那就错了 第一句话说 如来本起因地 这个意思是说 祝福 最初修行的时候 那像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时候 在本起因地的时候 人家怎么成功的呢 人家是最初发心 先以执行正念正如 我们这一点呢 没能做到 我们修行功夫 当然了 就不如他们 最初发心 这个发心呢 就是发菩提心 菩提心 是修行的根本 我们没法了 我们今天发心来学佛 发的是什么心 我们希望佛菩萨保佑我们 保佑我们生官发财 保佑我们家人平安 保佑我们健康长寿 我们发的是这个心 这个心不是福的心 你看金刚经一开头 你看金刚经一开头 须福提尊者就说了 善男子善女人 发过六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人家发的是这个心 菩提心的心体 清良大师在华文上说菩提心 他说了三个 一个是菩提心的心体 第二个是讲菩提心的心相 第三个是讲菩提心的心得 就是心的作用 心相就是菩提心的样子 菩提心的作用 第一个是菩提心的本体 本体就是起心论上讲的三心 知心 身心 大悲心 这个三心是菩提心的心体 这个三心是菩提心的心体 它的本体 执心就是真理讲的 正理正如 执心 执心是什么意思 怎么样才叫执心 有些人有些人看着这个 我很直啊 我的心很直啊 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的 佛在观无量寿经也讲了菩提心 他讲这个心体的三心啊 知诚心 身心 回向发运性 我们把精论喝起来看 意思就跟清楚了 执心呢 就是致执心 就是致执心 真执到底要几处 叫致执了 执怎么个讲法 我们每个人 我很诚心啊 都以为自己心很真承 真承的标准是什么呢 过去曾国藩先生 他在读书笔记里面 给这个臣子下了个定义 说得好 跟儒家佛家讲的都相应 他说 一念不生 是为臣 这是臣的标准 臣的讲法了 你心里面有个念头 就不臣了 有念即忘 这是佛经上讲的 心里头有虚妄 那怎么能算真臣呢 这是把臣的标准 给我们说出 要沉到几处 心里头 丝毫的忘念 都没有 这个时候 就是执心 真念 真如 真如 是真心 本性的 离体 神愿 圣灵 远离 主患 那当然了 所有一切患都没有了 前面讲 虚妄的境界 患心 离患 也是患 全都 都尽了 都没有了 这个住 也住得好 真念 不是有念 有念就忘了 我们也常讲 所谓 正念 就是没有忘念 没有忘念的时候 就称之为真念 怕大家听了这句话 起来误会 因为真念还有一个念 那就错了 真念没有念 那无念的时候 是不是叫做真念 无念不是真念 无念是无明 所以真念叫 真念 无忘念 这个话很难懂 词地这个解释 解释得好 就是绝招 就是不迷 我们一般人在无念的时候 为什么说无念不是真念 他无念的时候 他没有诀 他迷 他心里确实 一念不深 但是他什么都不晓得 那个不是真念 真念是 什么念头都没有 一切诸法清清楚楚 寥寥分明 像镜子一样 照得清清楚楚 这是自信其用 像中里面讲 大圆尽致的启用 慈戒他方 慈戒是我们现前这个境界 他方讲到其他祝福 阿弥陀佛的世界 毕诺哲那佛的世界 要死如来的世界 你都看得清清楚楚 那叫照啊 那叫照啊 不迷啊 就叫绝望 通通照见 彻底的照见 这才叫做真理 这这个意思 我们一定要清楚 须尽尽直觉照真辱闻心 须是必须 实在讲一定是这个道理 一定是这么一种事情 直接了当 里面确确实实没有一丝毫的委屈之下 设法界一正庄严 就是真如本性 性相一如 理事不二 所谓相 是性之相 所谓心 那是相之心 如果说理 是四之理 四是理之四 所以它是一不是二 前面讲了 诸法一如 这就是 绝招真如本性 方能知其是幻性 知道真如本性 所变现的一切境界相 是虚幻地 相是幻地 这些幻相 都是以真如自性 变现出来的 那么佛法里面 它是幻地 提性 它不变 提性 空极 没有现象 所以它不会变 这个不会变的 这是真 从体 其相 那个相 会变 会变的呢 这个是虚幻 这个真跟幻 是这么个讲法 真幻一如 真幻不二 所以前面跟诸位报告过 这个妄相 相 相 不会灭 这个要记住 相是 决定 不会灭的 不生 不灭 相 不会灭 但是相 会变 为什么会变呢 随众生 一心 就会变了 在论言上讲的 随众生 心 因所知量 随众生 一心 它就会变 随众生 的心 不变 相 就不变 但是众生 都有妄想 妄想 心 相 就随着变 这是佛 教我们修订 修订的意思是什么 把妄想 熄掉 那么你 写那个相 就正常了 西方极乐世界的相 为什么那么殊胜 西方世界的人心 清新 没有妄想 所以那个世界 就正常 也是 唯心 所现 也是 唯事 所变 没有例外 那么这就是 知道它是患了 知患了 当然就离了 所以由此可见 必须心悟 如如不动 之本性 那能 不取向 正因为这个道理 中文 就采取 这个理论 作为修学最高的指导原则 这是禅宗里头 他就用这个 禅宗一定是 心要开悟 悟后 起修 没有开悟之情 你不能看经 也不能听讲 他要先求悟 悟了以后 再去读经 再去听讲 悟后 起修 这个是 宗门跟教下不一样 教下就是 先读经 先研究 先听经 然后再去修学 这是两种不同 不同的这个 修学方法 当然 这个宗门里头 开了悟之后 再听经言教 快呀 而且 不会有错误 因为他这个 他心亲近 他心深智慧 所以非常非常的快速 但是 开悟不容易 民心兼性 不是人人能做得到 所以宗门戒淫的 这个这个这个 根性 谭经里头所说的 六族戒淫的 上上根人 中下根就没分了 中下根的时候 悟不了啊 一定要上上根人 他们做这个 那么中下根人呢 这从教下下水 能得利益 无论是中门教下 最重要的关键 赞老师 所以佛在 世佛吉凶经里面 一开端就告诉我们 学佛一定要清净 明思 那个明 明是光明的明 不是明气大的明 那个明 明气大 没用处 这个光明里面是 明心见性的老师 他是过来人 他的经验 他的教导 可以提供我们 做参考 这样的老师 很难 不容易 遇到 遇到了 我们也不认识 也不相信 他就没法做 老师的教训 一定要 要负 英国的责任 老师是给你指路 如果路 做错了 你的目的 想成佛 他把你的路 指错了 他要负大责任 那个不是开玩笑的 你想中文里面公安所说的 错下一个字转语 多无波事也乎生 错了一个字 就是说 把人的方向 指错了 这是 白杖大使的公安 许多同修 都很熟悉的 这是以前 一位法师 人家向他 请教一个问题 大修行人 还落不落英国 那么他告诉人家 大修行人 不落英国 就一个字 多无波事也乎生 这个狐狐狸 也很有灵性 过去是大法师 遇到白杖禅思 他变成人心 常常来参加法会 听老法师 讲经说法了 可是白杖法师 知道他 知道这个不是人 是个狐狸 那么他向 老法师请教 老法师就说了 明天我上堂 你把你从前 人家问你那句话 你提出来问我 第二天上堂 他来了 就提出问题 大修行人 还落不落英国 白杖大师 给他改一个字 大修行人 不媚英国 就改一个字 他说不落英国 不媚英国 到第二天 这个狐狐狸就死了 老伯爷叫人到后山去 给他收拾 把他火化 他就脱离了 出生生了 所以这个 直到一个人 修行 不容易 你要是把人家路走错了 怎么得了 你自己走错路 那何该 没话说 你把人家的路 走错了 这个英国 可就被打了 那么怎样指的路就不会错呢 劝人念佛这个路是决定不错 那是圣方三十 欲切祝福 劝这个舍法界众生 念阿弥陀佛 求生极乐世界 这个是一点都不会说的 那这个绝对不会被英国的 但是你要劝他 学其他的法门 你就要负责任 那个就不是开玩笑的 那个法门 能不能起他的更新 他在这一生修学 能不能有成就 这个做老师的 那要凶有成竹 要清清楚楚的 那个路子走错了 指错了 麻烦就大了 那么我们多这一段 也就像的 修学大乘的难处 参禅不容易 参禅要先开悟 没开悟不能修行 悟后其修 所以最方便的念佛 念佛不开悟 没关系 甚至于念佛 连教理不明也没关系 只要你肯老实念 肯万元放下老实念 那就能成功 那就能成功 所以这个法门 古得长江 万修万人去 道理也就在此地 那么不但印象不取向坚持 也就是坚持 也就是坚持要放下 什么都要放下 必须要自己心中一念不生 我们念佛人 实在讲 要做这个功夫 能够身心世界 万元放下了 我们这句佛号得力了 这个要紧了 无量借来 我们在这个六道里头打滚 生生世世 永远不能出头 这一生 好难得遇到这个法门 遇到这个法门 就是说 你遇到这个出头的机会 遇到超越三界 一生成佛的机会 这个机会 你要把它保护住 那么你要不懂得坚持的话 那就可惜了 这个机会 实实在在是 难遭遇 要知道珍惜 要知道这个机缘得来之不易 那么不但不取 还要向儒儒上绝招 儒儒是心体 真心本性上去绝招 这一段所讲的 是所有一切大臣修行的纲领 原则 确实是难 确实是难 因为它难 所以阿弥陀佛才为我们开启念佛往生的法门 唯有这个法门 才能普度一切众生 原觉经约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 先断无时轮回根本 这是讲到修学 从哪里修起呢 从先断无时轮回根本下手 轮回根本 即是无名无金也 换一句话说 就是金刚经上讲的四相四尽 要从这个地方下手 经约 这个还是原觉经上说的 一切如来 本其因地 借以原觉清净觉相 永断无名方尘佛道 原照觉相 便是执行正念正书 要紧功夫 全在原照二字 我们同学们 大家听过无量寿经 这金刚经也快讲完了 这个地方是到六通分 原觉能言过去都曾经讲过 所以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 应该不会感到陌生 纵然对于经义不能很透彻的民奔 多多少少也能够有少分的体会 语言到清净觉相 这一句话 是功夫 也是效果 远是圆满 照就是前面讲的绝照 清净觉相 是什么 宇宙人生的真相 即是真如是自信 真如自信的相 是清净觉相 从真如自信 从真如本性 变现出来的四见四相 四经 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精神 四相是我们现在讲的物质 现代的阔首 把宇宙一切万象分为两大类 精神跟物质 在佛法里面 把它称之为四心 四法就是一切的物质 物质现象 心法就是精神的现象 在法相中所讲的 精神现象 是阿赖亚的见分 物质的现象 是阿赖亚的相分 是阿赖亚的相 一切不可得 是属于见分 四见 万法云生 当体皆空了不可得 是这样的相分 于是我们明了了 见象两分 也是清净觉相 你们想想对不对 这个清净 人尽两边都离 人尽两边都没有 为什么都没有呢 因为它当体皆空了不可得 所以你要能够照到清净觉相 万法云辱 万法平等 金刚经前面我们都读过 四法平等 无有高下 那个是净会平等的 身负平等的 无有业法不平等的 一切法里头没有高下了 为什么没有高下呢 因为它没有自信的 它没有自体 它当体皆空了 哪有高下的 佛法界 众生法界 都是因果 刹那生灭的相许相 所以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 你就看到清净觉相 所以通通不可得 通通不可得 就是平等 无有高下 这才见到 死是真相 永端无名 这个是宇宙人生的真相 彻底明白了 这就叫成佛 佛是大觉 彻底明白了 那么远照觉相 便是执行正念正如 我们在经论上 读到这一句话 执行正念正如 是怎么个讲法 什么意思 这个地方说出来了 可见到这个念呢 不是心里有挂念 我们常常讲 心里念着 其实已经把这个字的意思 已经错毁了 那个念是什么 当下就是 哪有念头 当下就是 我们中国这个文字 也不可思议 这个念呢 精心 现在这个心就是 这个念是这个意思 不是真的有个念头 有个念头是妄念了 现在的心就是 就是什么呢 就是清净觉相 这才叫做正念正如 现前的心就是 清净觉相 那么由此可知 我们念佛应当怎么念 现在这个心就是 阿弥陀佛 这个叫真正念佛 不是我们想阿弥陀佛的 不是 现在这个心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什么呢 阿弥陀佛是四十八月 你现在这个心就是四十八月 四十八月就是你的心 这叫真念佛 我们讲经的时候说过 四十八月 每一月都含是其他的四十七月 运四十八月 运运都是运荣的 都是无碍的 一几十多 多几十一 这样念佛 你们想想哪有不往生的道理 决定往生 不但往生 上上平往生 所以你要悔念 你的心是阿弥陀佛的心 阿弥陀佛四十八月 目的何在 目的是普度一切众生 这个普度一切众生是得了 这个四十八月是像 我们讲菩提心 我们讲菩提心的样子是四十八月 菩提心的得用是普度一切众生 菩提心的体是执心 身心大悲心 要尽功夫全在圆兆 那么什么叫做圆兆 下面一段跟我们解释 何为圆兆呢 前念一灭 后念未生 正任我时 一心瞻即 寥寥明明 是这位照 我们先来研究这一句 什么叫圆兆 把圆兆两个字分开来讲 先讲兆 前念灭了 后念还没有生 就在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就难了 因为我们前念灭了 后念马上就跟着生起来了 前念灭了 后念没生 那个时候 那是什么时候 真心心路的时候 前念是妄念的 后念也是妄念 前面妄念灭了 后面妄念没有生 这真心 禅宗里得修定修什么 就修这个 参禅就是参的这个 我们细心去想想 这个事情 真难啊 什么叫上上成人 这个上上成人 我们从这个地方 稍稍有一点体会 心地清静 所谓看得破放得下 忘念少的人 这是上上成人 他才有办法 保持那个清净心 保持真心 是这个时候 一心断机 这真心 了了分明 可见的这个心 就是前面讲的 清净绝项 凡夫 有没有呢 有 虽有啊 可惜 被那个前念后念了 前念后念了 他这个 太洁净了 几乎前念跟后念 连成一体了 我们的清净绝项 永远也出不来了 我们的麻烦在此地 那么由此可知 照 这个意思 就是真心起用 真心起作用 就叫照 忘心起用 叫结 你看见没有 对吧 忘心作用 照记没有 照是真心作用 这两个字 我们要把它搞清楚 语音 语音者 非着力 非不着力 实在讲呢 这个地方呢 古人所谓 此处 用 用不得力 你不用力 也不对 你用力 也不对 这是远的意思 不沉 不服 这是形容 形容这个境界 我 晃入 朗月 孤雲 事业 这个境界 要我们 很细心 去体会 不着力 不着力 都是盼月 非着力 非不着力 这是随意 自自然 自自然然 的 前面呢 跟诸位举那个古人的例子 古人用这个蹭船 船快到岸了 那个时候 用不得力 只要把舵 把稳 蹭杆的 摇炉的 通通都放下了 这个船 自自然然 很缓慢的 往岸边上靠 那个境界 就是用不得力 这是说那种境界 这是远的意思 远修 远真 这个种修行 叫远修 郑国 叫远修 此计 一念为其 清净无比 病体清凉 便是本来灭目 此计 这个计时时候 就是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是一念为其 它前面妄念灭了 后面一个妄念 没起来的时候 这个词集 就是指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是你真心心路 我们念佛 我们念佛人常讲的 一念相应 一念佛 这就叫相应 这是一念相应的相 相应就是真心显露 所以真心显露 所以真心显露 忘念离了 时间 你能够有一秒钟 两秒钟的受用 就很难得 要在这里 要在这里下功夫 这个时候的心 清净无比 这个清净不是修的 本来清净 变体清凉 这清净是你的感受 我们一般讲 清安自在 这个清安自在的相 已经很粗了 实在讲这个境界 自己没有入 体会不到 也说不出来 禅宗里面所说的 父母未生情 奔来灭目 这个就是 真心自信显露的时候 物须明明无尽 久久变得如定 如此用功 便是随身去如也 这个经文这一大段 这几个小段 获取了这一大段 都是禅宗用功的精华了 这个禅宗里头参就 怎么参就的话 这都是他最重要的 理论与方法 我们念佛人 虽然不是用他这种方式 可是理论是一样的 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能够明了通达了 对于念佛有很大的帮助 念佛容易得 念佛三位 那么这种境界限情 要能够保持 密密无间 用密密无间 就跟前面 非着力 非不着力 呼应了 这个境界限情 你要是感觉到 很清凉很自在 完了 你落到意识里去了 你去念头了 清清楚楚 这个境界非常清楚 一念不深 稍稍稍有一念 稍稍有感觉 这个时候 很舒服 很自在 就坏了 马上就 就躲到意识里去了 所以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 依旧还是要保持 非着力 非不着力 这样才能入地 所以定的境界里头 清清楚楚 明明得备 好